意外捡到了客人遗失的 一万一千美金红包 折合台币大约是三十二万五千元 不过最后他选择物归原主 就在这边啊 这红包带 谈起长发笑容亲切 桃源机场免税店的这位正妹 人美心更美 1月31号晚间 在店内捡到一包大红包 打开一看 居然有美金一万一千元 高达三十二万五千的陷阱 但陈小姐不为所动 赶紧报警处理 她的钱比较特别是 有用红包带装起来 然后非常的厚 然后就觉得那一包 应该就是不是一般的垃圾 就是顺势把它捡起来 钱顺利回到施主李先生身上 事后李先生还抽出一点美金当谢礼 但被陈小姐婉拒了 替她觉得很开心 因为她当下很着急 然后她也有跟我说她很感激 所以我也觉得很开心 陈小姐没收礼金 但使惊不媚的行为 让李先生相当感动 还想要邀她到自己的公司上班 李小姐的盛举 不仅让施主松了一口气 也让自己增添了不少 工作上的成就感 记者林住常陶原采访报导